哈囉 大家好 我是Kelly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JuJo Armani的定制光系列產品的心得 我現在臉上除了眉毛跟嘴唇之外 呃 洗完臉後沒有上任何保養品 直接用這三個上起來是這樣素顏比較裸妝的感覺 你可能現在覺得 喔 你看起來就是蠻素的沒有差很多 不過 你先等一下繼續看下去 你會看到我真的完全素顏 洗完臉 沒有上保養品那個皮膚比較乾扁的狀態 你等一下可以稍微對照一下 總結來說 如果你在尋找很潤的妝前產品 讓皮膚就是上簡單的妝就可以有精神比較亮的話 這次的影片就蠻適合你的 你可以看下去 好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快點開始 OK 現在呢 我已經把臉就是洗乾淨 然後 我洗完臉之後 到現在差不多過了十幾分鐘 完全沒有擦任何保養品 所以現在其實我的皮膚是有點乾的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沒有水分 摸起來就是有點乾乾的感覺 這次的定制光系列是主打 就是你皮膚只要水分或是打底做得好 你後續的底妝 其實用稍微很淡的CC霜就可以 你知道 皮膚看起來就很好 所以我現在就要用很乾很乾的皮膚 然後從最前面的定制光的精華開始使用 然後來一步一步分享 我用的是JoJo Armani的這罐 定制光保濕痰潤精華 它是比較濃稠的精華 不是很水的那種 然後帶有略略一點點的淺淺的白色粉色 上在手上給你們看 它的味道很香 我很喜歡它的味道 皮膚就明顯比較有潤度 跟這邊比起來 有沒有 你看你這樣子的時候 你看這邊 這邊明顯比較有潤度 現在就直接上在臉上 我們先上一邊就好 我現在上完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臉部的感覺 這邊是有上 痰潤精華 然後這邊是沒有 現在先把兩邊快速的補一下 讓我兩邊的臉均勻 你可以看到這潤度是差蠻多的 再來呢 第二個步驟是這罐 這是他們家的定制光保濕亮眼霜 第一次用的時候 我有下到它的質地 因為亮眼霜 其實我本來以為就是 可能就是提亮膚色的勢底乳之類的 但是它的質地其實蠻特別的 它其實我剛拿到的時候 它是 這個是完全平的嘛 然後其實是比較硬的質地 就是我這樣子的時候 它是完全不會滴下來 它是就是硬的東西 手這樣把它抹開的時候 它會有一種好像被化開的感覺 然後就這樣 把它這樣稍微用力 然後畫畫畫 把它這樣擠出來的感覺 我上下手上給你們看喔 它是長這樣 它是亮眼霜 然後 這罐亮眼霜是 我先把它推開 你看它現在長這樣 跟這樣 絲差非常多 就是 我覺得這罐超厲害的 再給你們看一次 你看這樣 這樣 那個手的那個光澤感 其實差非常多 然後你們摸不到我的手 但是我擦完這個亮眼霜之後的這個手 現在的感覺是非常非常潤 我覺得有點難形容這個光澤感 就是它並不是說讓你皮膚變白 它是有一種 有那個光 就我剛剛說的有點透明感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種感覺 可能你要 自己用了之後體會什麼是透明感 OK 我現在上完了 你們看得出差別嗎 就這邊我們剛剛其實已經先上了 坦潤精華 讓皮膚比較保濕一點 然後你剛剛在看這邊 跟還沒上坦潤精華之前的比較 其實就可以看出光澤感的差 但是我現在另外一邊又上了亮眼霜 所以現在打開是這樣 就是它真的是亮眼霜 你現在看我這邊的皮膚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它並不是讓我整個人擺一個色號 感覺變得比較亮 比較透明 然後 那個皮膚的潤度的那種感覺都有出來 這個質地其實並沒有什麼帶有顏色 就像我剛剛這樣推開一樣 它推開之後其實是 變成 就很潤很潤的質地 但是它並沒有帶什麼 很白的顏色這樣 兩邊都上完亮眼霜了 現在皮膚是這樣 很喜歡它這邊 是有一種 膨起來的感覺 跟剛剛差蠻多的吧 那今天呢 我是要示範比較裸妝的感覺 所以我要使用的是 Jojo Armani的CC霜 就讓你們看 我現在亮眼霜這樣的打底 然後搭配上這種很淡很淡的CC霜 其實 膚質還是可以看起來很好 不過我可以補充一下 就雖然我今天是要用CC霜來示範 但是呢我在前面試用的時候 我有用這個亮眼霜搭配就是 平常的那種粉底液來上妝 我很喜歡這個之後上粉底液的感覺 因為我現在臉真的是很很很 很膨然後它的潤度真的很夠 所以我平常用粉底液上妝的時候 是真的很好上妝 因為我這潤度這麼夠怎麼會不好上妝 你們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使用這個CC霜 給你們看 它是偏水潤型的CC霜 這樣把它弄開 輕輕這樣抹 它就可以很輕鬆的推開 我現在邊上臉上邊給你們講 它是屬於 一點點的修飾效果 稍微會體諒膚色的感覺 它並不是很重很重的那種 OK 好 我現在呢 把CC霜上完了 我現在這邊是沒有上的那邊 你們看好 就是這個瑕疵感 然後我們轉過來 這邊是已經上完CC霜的臉 我來跟大家說一下這個CC霜的心得 它本身是一個很潤的CC霜 你不用擔心不好推開 或是說會容易卡在臉上 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現在看我的臉 其實明顯可以看出來 就是瑕疵被修飾 這邊 像我這些斑啊 或是黑眼圈 這邊黑眼圈有 一點點 就是跟這邊看得出來 有被遮 稍微遮過多一點 不過鼻翼泛紅還是有一點點 就是它只是CC霜 它並不是一個粉底液 但是有一個 我覺得稍微 你們可能要注意一下的地方 就是前面的亮眼霜也是比較 潤的質地 那這個CC霜也是屬於比較水潤的質地 所以在推開的時候 我覺得用手會比較 不好上 要用海綿或是一些工具 OK 我現在呢 把眉毛補上來了 基本上呢 這就是我平常 週末可能 去咖啡廳 或去採買 或是去 可能跟朋友 去吃個小飯的時候 大概就是這種比較素的感覺 因為剛剛我最後一個步驟上 是CC霜 如果你覺得 譬如說你想要再遮更多的 黑眼圈 或是鼻翼的泛紅 你可能要再加自己的 遮瑕膏 或是再上一點點 譬如說粉底液 在你想要遮的地方 那同整來講 今天介紹的這三個 定制光系列的產品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亮眼霜 那我覺得亮眼霜 它就是 真的可以把皮膚的潤度提到很高 皮膚是亮的 有精神的感覺 所以我最喜歡的是 其中的這個亮眼霜 那痰潤精華 就是屬於保濕的精華 嗯 如果你完全沒有上妝 你用這個還是可以把皮膚 稍微補水 我覺得也還不錯 那CD霜的話呢 就是屬於 稍微的修飾效果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像我剛剛提到的 我自己 覺得用手比較難推開 就是 會容易有 像我剛剛出現的那種 呃 白白的東西 可能是跟亮眼霜 就是 兩個都很潤的東西 合在一起 所以用手比較 沒有那麼好推開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要CD霜的話呢 你要記得用海綿 會比較好推開喔 OK 好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啦 就是今天很短的 定制光系列的review 那先這樣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